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有些的行业别 还发得出年终呢 你看哦 去年平均年终呢 1.15个月 包括了金融业 熟方姐请上来咯 半导体业发一个半月 光电还有光学 这个是比较惨的了 那明年的展望未来 104调查明年找工作 找工作人才需求恐急的 医疗 防疫 5G AI 明年调限幅度 最高的是软体网络业 熟方姐 从这个过去 今年跟明年 您看出明年的投资契机 对 我们先来看看 金融业几乎10年之中 9年连霸 那为什么呢 因为金融里面 有很多是业务员 它并不是一个很平均的哦 所以如果你惨到 这个问题是 譬如说你做柜台 你基金要卖得好 你薪水才会高嘛 那个都是算在 你的红利里面 所以各国股市涨很多 是不是收益增加 你本来的年终奖金 就会多 然后业务范围扩大 你又要卖基金 你什么都卖 那你本身来讲话 你就比较容易赚 比较多的一个联中奖金 那这里面来讲话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是半导体嘛 那半导体 我们台湾在今年里面 真的是靠半导体 撑起一片天 贸易战的转战 然后转单的一个效应 然后在最近不是这个缺 就是那个缺 这个涨价 那个涨价 所以获利都会增加的 而且我们的半导体 面对到中国大陆呢 未来里面确定要扶植 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那我们要不要高薪人留财 当然要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高薪 要留人财的一个区块 今天台积电好像还提出来 最后政府提出的 那个租税优惠 人财才留得住啊 对 其实台积电 已经讲很多次了 但是我们的政府上面来讲话 一直没有对这一方面 很快速性的去进行 但是我还是要帮半导体业者 讲讲话 就是长官们 因为今年2020是不一样的 如果今年已经是我们台湾半导体 台湾经济的登股年 转股年 如果明年要彻底转成功 人才非留不可 中国大陆现在挖人才 挖得很恐怖 挖的就是半导体 所以想尽办法 把它们留住再说 能够用什么方法 就努力做吧 拜托拜托 对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中国大陆负的薪水 给我们台湾的一般电子人员上面 是跟我们一样的数字 但是人家负的是人民币 所以是五倍哦 所以政府要先了解到 那第二个光电跟光学上面来讲 他就有一点点脾气太来 譬如说谷底翻扬 是面板产业 面板产业到今年的上半年 还讲烂透了 都亏损对不对 就突然都说开始涨价 那政策加持 太阳人以前也都是亏损的 开始规定企业都要开始买电 就开始赚钱 那高获利的部分 大概就是高阶的光学 尽头的部分 都属于在这个部分 指标股来看 金融业里面赚钱最多的 仍然是以富邦金跟国泰金 在今年是最多的 职费率那么好 那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是很难断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的股价波动很大 所以我是用过去十年的 平均殖利率 不然的话 请问今年赚的钱 明年要配多少 谁知道 过去十年平均殖利率 富邦金的部分是四个percent 国泰金的部分是四个percent 目前的本益比 其实是很可怜 太低了 六倍八倍 但是我们的政府上面 为什么他们这么低 还没有人愿意买 人家本来在存股 存得好好的 你还说 人家以后配股配息 要配少一点 这样谁要存 台积电刚刚有讲过了 那问题是台积电是509 以后平均殖利率会被掉 那就是台积电明年要 配到12块以上 可能才会比较高的殖利率 那环球金的部分里面 在过去十年平均殖利率是五点零二 但是因为他的合并案 现在跳到六百 这个一定下降 这个是一定下降 因为他本益比已经十九倍 所以这个一定是下降 大家留意的 那大力光本来就不是高脂率 概念个股 大概两个percent 整个群创以前也没有赚钱 所以大概是在一点五个percent 所以我们来扫描 台积电包括了大力光 刚刚曙芳姐都讲过了 这个就不要再重复了 我们从富邦国泰开始看 我们来看富邦 我们在之前就讲 他这个是大量区间 你就给他画这一个 有没有 他到这里都会弹起来 对 所以就是以区间相形 金融股都是只能低接 那我如果大量区下缘 他这边收缴 像今天 今天的低点44块多 我就正在买方可不可以 对其实这些的个股 只要靠近年限这边 大量的区间 这边都是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 存股的一个好的价格 年限是43块 存股的角度 国泰金 国泰金不也一样吗 他的大量区间大概就在这里 所以你看 是不是年限的附近 都是一个很好的存股的条件 40块 好半导体环球金 那环球金的部分 刚刚讲说 其实这一段的上涨 跟基本面没关系 是跟他的合并案 合并案这一家公司 我们说会造成环球金 全球第二大 所以这个部分未来的获利 后年才会上来 明年还是三十几块 所以我说他殖利率不会太高 那往后年再来做他呢 股价已经先涨上来了 所以股价永远 大家晓得 不是明年下半年紧轻好 你明年下半年再做 背户 那我问你 如果今年还不错 买在400块 主页450 现在如果 真的太贵了 大概买三张好了 如果我买三张 现在赚到钱都卖掉了 应该是说 他这边的平台区 没有破之前就续报 那平台区跌破 你当然可以去做停利 好平台区如果没有破 你可以赚多一点点 干嘛卖呢 如果600块破了 你就停利出场了 全创最后一档 那三四八一九万 现在面板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大概他最强 你可以发觉到 他就是一个平台整理区 那这个是不是最大量 没有破 这个有个更大量 可是太远 你会不会觉得太远 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这一个区间低进高出 就是几掌几叠反向操作 12.75低进 15块高出 对 区间 区间可以去 区间上 但是量出来就不能够 区间操作 我意思是这样 量缩 几掌几叠反向操作都可以 因为量一出来 出量定方向 如果是黑K定站方向 就麻烦了 现在看的是在今年的结束 年终奖金 明年找工作 其实我觉得未来五年到十年 AI都很缺人 因为AI实在大到个不行 有高效能运算 那请问机器人 你现在看到 可以跟我们一样的思考 运作的机器人了吗 还没嘛 顶多很像 可是讲话还是 有点点卡卡的 所以人工智慧为科技产业 未来长期十年 甚至二十年 扶植的创新产业 数十年 我有写 数十年终极的目标 所以不管是研发工程 设计 机电工程 能源里面 需求就是会很多 那5G本来就是在 整个现在要基础建设 明年要开始 大量的一个开始发展 基础建设 现在是不是各国密集推进中 那这个5G 你就可以抢到什么 电信 基地台 软体 手机 等科技人才 要不要 要啊 都要嘛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就含有各个人才里面都会 那医疗防疫的部分里面 其实医疗防疫 明年波动会很大 大好大坏 为什么 好那我先跟他讲 因为今年有疫情 可是明年的下半年呢 你的现在是因为疫苗 还没有普及化 疫苗普及化之后呢 但医疗防姐 如果那个英国 病毒变种 来到了他国家 变种再变种 那你疫苗还没啥用 没有 我有看过很详细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医学的报道 疫苗都有效 真的 他不能够去阻止他扩散的速度 但是疫苗都是有效的 所以他变种 你疫苗照样可以打 对因为他是 他是基因在尾巴的突变 他并不是整个DNA的突变 那就好 对 变得没有那么嚣张就对了 就他只是传播力 是以前的七倍 但是疫苗都仍然有效 那就好 所以公共卫生生物研发 我觉得未来里面来讲话 公共卫生生物研发 还是会存在着 但是今年跟疫苗上面有关系的 那个获利就会变动很大 所以他今年 你看为什么会很多人要进去 是变动奖金成长77.8% 什么叫变动奖金 变动奖金就是 我刚才有讲说 我今年特别好嘛 那所以呢 譬如说你卖口罩卖的特别好 你卖的好 我就给你多一点奖金 所以他称之为变动奖金 他不是像半导体 不是像AI 不是像5G 他是长期都很好 公共卫生 我先跟您做一下插播 这个礼拜呢 我会请到了这个医生 来跟您讲 精准医疗 竹方姐讲到的 这些都是台湾未来的期待性 因此相关的概念股来 因为AI 说实在我们台湾还比不上 现在最厉害的 应该是法国德国 那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机器人 只有想到一个机器人的手背 大概是上瘾 因为亚德克已经长太多 那机器人手背需求很高 不过本益比不低 明年里面是10块到11块 那化碳的部分低期比较低 但是呢 他要明年里面才会转型成功 他有分自动化设备跟什么 他有没有吃下这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就是专攻机器人界面 人机界面的 那本益比是15到16 明年一片是15到16 这个大概是比较属于20倍以内 细创的部分就是5G手机的部分 他是驱动IC 最近驱动IC非常行 什么联勇 刚刚谈到敦泰 细创都是驱动IC 确定要涨价 那本益比 这个本益比就很低了 明年大概14块左右 大概是12倍左右吧 保瑞的部分 是我唯一看到 升级个股里面 还比较有图形的 那他接手英国的一家上市公司 叫GSK 那这是制药公司 他会打入到全球 前八大的制药公司 微软 那微软 奇怪 其实我刚刚来讲 瑞涵跟我讲说 软体公司里面给的薪水很高 因为是一个蓝色的海马 创意 可是我认为呢 在这个时间我还找不到 我们台湾上市公司软体股 很强的股票 有那个啦 有那个防毒软体啊 可是股票也不强啊 都不强啊 那像这个就是 这个是专门帮人家设计软体的 4953 不然的话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他也是软体外包服务 那联发科不可能不用讲 就是5G手机5G晶片嘛 好我们从上瘾来看到联发科咯 那你看2049的上瘾 你来看长一点 真的长蛮多的 哇 你觉得长很多对不对 你看1590的雅德克 我根本不敢写1590的雅德克 雅德克逼近千元了 929 对我们之前讲的时候 上瘾还在这里 雅德克还在这里 就现在这里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对于未来 机器人的期待性 我问你哦 这两档回到上瘾 我这个不贪 所以已经有赚到了 可能买在这三百 现在391有赚到了 全部卖掉行不行 来我们来看 这个这一档个股就比较好 简单了 最大量是不是出现在这里 对对对 这里啊 破就走 好第二档来 画看 然后我们来看画 我就看就是 这就是打大底嘛 这就是颈线嘛 也没破就是在这里 回撤没破多单续报 对续报 然后他明年大概有个什么 雷射投影机会卖得还不错 续创咯 我们来看80167 我们看长一点 时间拉长 有没有 低机器 那这个就是在打第一只脚 这是大底的第二只脚 那你就看这边能不能上上 站上就会挑战这边 那我们来看小底 小底 这边是不是一个颈线 对 他已经站上了 那这一档 好像最近投影还蛮多的 保瑞哦 那我们看 对647的保瑞 是不是这一档 是唯一生计个股里面 还保持 这是什么 连线向上 对对对 这是什么 季线向上 那我觉得他这一档 个股里面 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他有赚钱 他是制药公司 这边有没有一个底型 有啊 那问题是他的颈线 还没站上 如果出量站上的话 才能有机会恢复 他之前的一个高点 颈线位置盯一下 最后一个 微软 你来看长一点点 我说最近软铁公司 好像都是这种图形 可是他也是落货 对 那这一家公司 是伪创的公司 那你来看他这一家公司里面 如果说以这样子 画大一点 他这边就是在颈线的位置 他还没有突破 所以这一档个股 也是要出量突破之后 才有机会恢复他的容颈 好 联发科2454咯 2454 我们联发科 其实我们在这边叫 700块钱为基准点 我们放开最近就好了 700块钱以下 是不是都会赚 可是你750块钱以上买 不一定 没有出量之前 就按照我说的 700块钱以下到650买 750以上找卖点 除非量能之后 这个才不要这样子的操作 所以如果联发科 我们就抓 淑芳姐刚刚讲 650 700 750 这边是卖 这边是买了 对 没有量之前都这样做 好 感谢淑芳姐 非常谢谢您 很赞喔 果然是强爆 特别帮您从两个榜单 今年年终奖金会发的 还不错的三大行业别 明年这些四大产业 找工作 这个求人才 夯得不得了 抓出了这些重要的方向 各股 跟您做分享了 包括这些的产业 为什么热门 理由写得 有评有据 最后概念股 这个操作应对 多注意一下它的技巧了 以上结论掌握到 接下来进广告 回到讯上之后 下一个大主题 这个有点怪 因为美国公布 汇率操纵国国家 不是第一次 大概每年都会公布 汇率操纵国 已经确定要对付你了 汇率操纵国 观察名单 是先观察 台湾 中国都是观察名单 但这次不一样是 美国这么一公布 糟了 好多国家 跳脚 反驳美国 还对美国呛瞎呢 请问 什么意思 呛瞎有用吗 我们台湾 包括了中国 台币 人民币 又该从什么的角度 切入该事件的发展 好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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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